那我們將這個蘇博世界眾生 貪生師三讀的苦介紹完了 那我們看前面佛陀的開示 關於貪生師三讀的苦的時候 一方面從這當中觀察 我們要生起這種出離心 這個蘇博世界的本質並不可愛的 要生出離心 這第一個 第二個堅帶的就是說我們看看 我們是不是也是沉溺 洩溺在這個三讀的當中 如果說我們跟這個經文裡面所描述的 這個三讀的苦 這個境界相應的時候 那我們就趕快去調整 不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船一直往外開 但是船卵卻還綁在岸上 那你這個船怎麼開啊 永遠開不出去 好 那 烏意的話是舉三讀煩惱之過 接著看到烏二的勸忍修捨 那勸忍修捨當中幾一 正勸修捨 好 那首先是勸人修行 佛告彌勒菩薩諸天人等 我今欲如 世間之事人用是故做不得到 好 這個是總結前過 前面的過失 佛陀告訴彌勒菩薩 一些諸天人大眾 所以說我告訴各位 世間的事情 人用是故 用的是因為 世間的人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此不得到 做不得到這個做就是因此 因此很難承到 所以你看 這個 學到的人多 但是真能夠承到的少 就是因為 還有這種 貪嗔痴的毒 在裡面 沒有去處理 所以底下要勸勉 當熟思忌遠離重惡 則其善則勤而行之 所以 前面講的 這個貪嗔痴的這個毒 要 我們應該熟 這個熟思忌 怎麼樣熟思忌呢 就是說你看 我們把那個 貪嗔痴的三毒 根據慧遠大師的科判 然後變成這個 副錶器這個錶 那我們這個 我們在 平常時修的時候 就可以根據這個錶 然後來 觀修 這個 貪嗔痴的這個三毒 不但不但觀察 這個貪嗔痴三毒的 這個象狀 跟它的苦 這個時候我們心中 升起厭離性 包括我們自身厭離 貪嗔痴三毒 包括我們艷靈 這個碩伯世界 貪嗔痴的三毒 同時 我們眾生的 我們這個 菩提心怎麼升起的呢 菩提心來自於 觀察四地 由觀察四地 而引發四同誓願 你觀察眾生的苦地 觀察眾生的苦 而發起 而發起眾生無邊的四元度 觀察眾生的煩惱 極地 而發起煩惱無盡 四元段 所以我們觀察 這個世界人的這種 煩惱跟苦 這種三毒的煩惱跟苦 這個時候就可以幫助我們發起 這種大盛的菩提心 首先先升起出離心 然後接著轉過來 就是菩提心 所以所謂的當熟思記 就是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大綱 然後去思維觀察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副表七 你看 第一個 民貪過 貪過當中從三點觀察 第一個 通就世人 第二個偏就富貴 第三個偏就貧見 這三點來觀察 那麼世間的人 世間的人有什麼 什麼狀態呢 民起有惡就是觀察 世間的人 貪煩惱的象狀 什麼是貪煩惱的象狀呢 就是世人博俗 共振不吉之事 所以你可以把 這段經文當中 這段經文當中的藥具 把寫上來 他惡什麼呢 就是博俗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博俗 共振不吉之事 對來勢 這種切藥的事情不吉 不去規劃 反而去 繼續去 去貪取眼前的利益 這是有惡 那麼當時有苦 那麼有這個惡 苦因 那自然會感到到苦果 苦果的話就是求財苦 守護苦 善失苦 好 那這個 這個當中各有各的這個段落 我們就去觀察什麼是求財苦 好 觀察這個理論 會不會到我們過去的經驗 好 那確實如是 你透過這樣觀察 使我們對這個苦 好 產生強烈的絕受 好 確實 好 世間的貪煩惱 本質是苦的 好 就這樣 就這樣的觀察 好 今天觀察 好 明天觀察 好 好 那就是把這個經驗當中的藥具 好 放到這個 放進這個大綱 然後呢 一段一段的觀察 好 比如說 這個 因為一下全部觀察沒辦法的話 你可以比如說 通救世人這個地方一坐 好 觀察通救世人這一段 好 仔細去觀察 甚至你把這個 通救世人再把它給拆分 好 比如說求財苦的時候一坐 所乎苦一坐 善失苦一坐 好 這樣的觀察也可以 這樣子的觀察之後 原本這個只是語言文字的佛法 然後呢 經過我們不斷不斷的觀察修 然後漸漸的 這個語言文字的佛法 真的入於我們的心中 才能絕受 從文慧轉成思慧 那麼從思慧轉成修慧 慢慢這個佛法 這個道理就變成我們的 我們心中真實的智慧了 好 好 撐過 這個撐過吃過也是一樣 根據這個大綱 這個大綱表 然後呢 去思慧觀察 好 我們再看到這個經文 好 我們再看到這個經文 剛剛講 當首爾斯基遠離中惡 好 我們只有透過不斷不斷思慧觀察 探偵次的過患 這個時候才能夠 遠離中惡 那麼遠離中惡 這個還只是消極的 那麼積極呢 則是善者 請而行之 我們剛剛講 因為觀察 苦積而立 而稱之菩提心 那麼一的菩提心 我們再來修 眾生無辨思願度 煩惱無精思願斷 法目無量思願學 佛道無上思願成 遮惜善者 精勤地而來修行 這個都來自於 這個苦積而立的觀察 好 再來 愛與榮華不可常保 皆當別意 無可樂者 好 這個就是說明 前面是勸人 這個斷惡修善 要仔細觀察 苦然後斷惡修善 那這個地方接著 以無償道理再來勸勉 好 勸勉就是說 事件是無償的 你所追求的愛慾 你所追求的榮華富貴 都是不能夠藏寶的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 經典的批語 這道船都已經要破個洞 破個大洞 要沉了 上面的人還在那個地方 拼命的追求啊 快樂啊 或者互相打鬥啊 那不是 我們看看就覺得很愚痴 但是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在這個世間 無償的生命當中 去追求愛慾 追求榮華 富貴 不是跟他們一樣嗎 好 所以 這些都是不可常保之物 皆當比例 所以 無可樂者 他不是可愛的 因為他是無償 是苦 不敬 是無我的 好 那 這個 前面講的世間的過患 是這樣子的 那接著呢 相反的 底下看就是說 相反 現在佛 在世 佛出世了 為正聖說佛法了 我們要好好珍惜 好 遇佛在世當勤盡進 其有志願生安樂國者 可得智慧明達 功德殊聖 勿得隨心所欲 恢復境界 在人後也 好 這個世間是這樣苦惱 得一片的境界 那 反過來呢 我們遇到佛陀殊師 那麼又為眾生說法 這樣 殊聖難得的姻緣 好 那我們應當 勤架盡進進 好 這個 一定要趕上這班車 好 那不要再來輪迴了 好 那麼 下位子再來 這個學佛的環境 只會越來越差 好 所以趕快精進 跳出這個輪迴 好 那 同時呢 我們要是以志願生安樂國者 好 以志誠心 發願 往生極樂世界的話呢 可以得到智慧明達 這個是智慧的功德 還有功德殊聖 這個是福德 好 我們要是往生淨土之後 可以得到智慧 可以得到福德 好 那這個相對於前面說的說佛的苦 那有意義的多了 好 所以最後勸勉我們不要隨心所欲 好 不要隨著自己的習性 放縱自己的習性 而虧負精切 好 虧就是這個 這個虧欠了 那 負就辜負 好 就是說 佛陀前面說的這麼多教授 這麼多殊勝的教授 引導我們出禮生死 但是結果我們還是隨心所欲 那這個真的是 有負於佛陀所說的這些經界的教授 好 這叫虧負經界 而在人後也 在人後也就是說 不要在人後 就是說大家都拼命往前 修行 修行 求解脫 求出世 求解脫 那我們還在那地方 這個 這個逛的 好 看看路邊的花 看看路邊的草 停下來 然後貪戀 然後 然後 這個猶豫不前 這個叫在人後也 好 所以不要 這個在人後 也要跟上 跟上 修行人的腳步 當我們在方域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想 我正在方域的時候 十方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好 那這個十方世界就不只 不只我們 不只我們地球了 十方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正為了解脫生死 而拼命的努力 好 那我們不應當 不應當辣架太多 好 不應當在人後也 前面整段都是 都勸人修行 那下一段是勸人請問 倘有一義不解經者 可據問佛 當未說之 好 對於前面我所說的道理 如果你還有疑惑 對 而不了解的話 這個時候可以問 好 這個你說 前面講 貪生死的這個毒 還有這個苦 那我們要是心中還有疑惑 好 那這個時候可以提出來問 接著看到幾二的 弥勒靈解 弥勒菩薩代表大眾 來靈解佛陀的開始 好 那麼首先這個第一段是 正式靈解 弥勒菩薩常會白言 佛為神尊重所說快善 聽佛經語 慣性是至世人是二 你的菩薩就代表大眾 然後在佛前 常跪 禀白佛陀說 佛 你老人家 威神 威得力是十分陰重的 那麼佛陀你老人家所說的法 所說的教授 前面所說的這些教授呢 快善 所謂快就是說 能夠很快破除眾生的疑惑 好 這稱為快 好 你看像我們剛才聽到這個 看到這個 開始 這個稱 他的過患 他的像狀跟他的過患 如果是一個有心的人 然後看到這個開示 這個時候是內心的這種吃煩 就能夠想要把它放下來 這個就是快 好 能夠迅速解除眾生的疑惑 善呢 是眾生因此獲得法 這個法義 這個就是善 好 所以佛陀你老人家所說的法是快善 好 然後呢 聽佛的這個經語的開示啊 慣心四肢 好 慣就是通慣 好 我有這個 我一整個 我就全 就是說 我整個心 好 我用我全部的這個 全部的這個思維的心 去思維它 好 這個叫慣心 好 我專注的 我全心全意的 好 去思維它 那世人十二 確實如此 好 因為這個貪能吃三毒的 這個 這個 的影響 好 這個千禪 因此呢受從苦 那麼也因此呢 世人都不得到 好 那這個讚嘆佛陀所說是快善 好 如佛所言 經佛慈敏顯示大道 耳目開明 常得度託 聞佛所說 莫不歡喜 諸天世人 蠱動之類 見蒙此恩 解脫又苦 好 那 那 如佛所說的這些開示 好 那 依的佛陀所說的開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啊 這個佛陀真的是 慈悲 安明眾生 為我們顯示大道 好 佛陀老人家說的這些 真的是慈悲 安明 好 為我們顯示 這個出世 解脫大道 那我們聽了之後呢 能夠耳目開明 常得度託 我們聽了 我們聽了佛的這種 教授之後 我們就能夠 心開一切 而 永遠 得到度託 好 當然就往生極樂世界 永遠得到度託 那因此呢 我們聽到佛的 所說的開示 我們大家 都是很歡喜的 好 然後同時呢 這個一切諸天人民呢 上至一切諸天人民 下至一切的 這個 捐非軟動的一些 這個眾生 都可以得到 佛陀的慈悲 恩德的加持 而能夠解脫一切的優苦 好 那這個地方是 臨解佛陀慈悲的這個教化 好 就是感念佛陀慈悲的 這個教化 好 然後接著再來還是讚嘆佛陀所說的法 和俗盛 佛與教界 盛盛盛盛盛 知慧明見 八方上下 屈來金釋 母就唱 好 佛陀的教界啊 盛盛盛 盛盛就是說 跟實相的禮 是相應的 那這個稱為盛盛 盛盛 好 那麼佛陀所說的這個道理 能夠使眾生從生死的泥鬧當中 然後跳脫 出三界的輪迴乃至成佛 這個事情是十分殊勝的 所以稱之為聖善 這個是讚嘆佛說法的那種聖善聖善 然後記得讚嘆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明見 明見什麼呢 這個就空間來說是八方上下 這個八方就是四方 四個角落四圍上下 總的來說就是十方 還有空間來講十方 時間來講就是去來今世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 佛陀的智慧能夠徹底照見十方三世 沒有不究竟通暢的 沒有不究竟通暢的 因此之故佛陀所說的法是聖善 聖善 那這個是讚嘆佛的開示 接著呢 仍然再來讚嘆佛陀的慈恩 經我眾等所以蒙德督託 借佛前世求道之時 千苦所至 現在我們大家能夠得到佛的教授 而對杜托生死 這個輪迴呢 都是來自佛陀前世求道的時候 他的謙 什麼叫謙呢 就是說以一切眾生的解脫為重要 那麼把個人的自我 個人利益彻底放下 這個謙 這個就是把個人徹底放下 把這個眾生的利苦得樂 徹底承擔起來 這個稱之為謙 那 苦呢 這個謙可以說是這種 就是他這種菩提願 他為了一些眾生的利苦得樂 而行菩薩道 發這個願 把眾生抬到最高 把自己放到最低的謙 苦呢就是 依怨其行 不只是發空怨 同時呢 依的這個大怨 而起這個大恨 真正的 這個在 無量的生命當中 激功雷德 就像前面 你剛才介紹法藏比丘 他發大怨之後 他在無量式的生命當中 不斷的激功雷德 行菩薩道 難行 難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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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子 神子 諸苦獨忠 我行精進 人終不悔 發這樣的願 那麼也切實也去實踐 這樣子大恨 那麼 無量式的生命當中 為了眾生 發菩提心 然後激功雷德 所以才 然後清正 諸法的法性 的這個道理 清正諸法的法性的道理之後 這個時候才能夠反過來 以種種詮實的教法 引導眾生 一步一步的去向 佛陀所清正的這個禮 使眾生都能夠徹底的解脫 都能夠成佛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得到度脫 都是來自於佛陀 為了我們無量式的生命當中 謙虎所致 這樣因 那佛陀的因地裡 謙虎所致 果善呢 因此佛的果善功德就是 恩德普父 福祿惟為為光明策照 達空無極 好 總的來說就是恩德普父 別的來說就是 福祿惟為為光明策照 這個是福德之良 達空無極 這個是智慧之良 這個空就是法性 達空無極 這個法性的理 是遍滿整個法界的理 無極 遍滿法界的這個理 能夠通達法性 遍法界的這個理 達空無極 這是智慧之良 然後福德之良 有盛大的福德 然後能夠光明策照 整個法界 再來 開入泥環 教授點覽 威智消化 感動釋放 無窮無極 開入泥環就是說 引導眾生 趨向涅槃 正的涅槃 泥環就是涅槃 引導眾生趨向涅槃 就是開入泥環 這個是正 引導眾生正 那教授點覽 這個是以教 來引導眾生 一切全時二法的這個教授 來點覽 全時二法的這個教授 的這個點章 來總覽眾生的心 這個就是教授 點覽 這是屬於教的部分 正的話是引導眾生入於涅槃 教的話就是以種種 這種全時二法 大小血密總統的法 大小血密總統的法 的這個點章 來 這個攬 來 這個招攬 然後來射受眾生的心 使眾生知道怎麼修行 的這個教 然後威智消化感動釋放 這是對兩種不同根性的人來說 對於剛常眾生就是威智消化 以威得力 來制服 然後使這個 使這個眾生能夠 這個消服 能夠他的狂心 那種狂躁的心能夠 消服 而趨向佛陀的聖化 這是對於剛常的人 用剛猛的方法來制服他 其實你看那個佛菩薩的像 像那個藏傳佛菩薩的像 有時候那個憲怒像 憤怒本尊的像 看起來很恐怖 那那個事實上他就是 這種 他本身就是佛菩薩的這個視線 或者我們看善之士 有時候喝者眾生 喝者他弟子 像在那個綠帳裡面 佛陀也會喝者 那些 這個行不善業的這個比丘 比丘尼 那這個是對於 個性剛強 心沒有辦法 就是說 為他說法 但是他這個佛弟子的心 不能夠遵從教法的人 就成為剛強眾生 那就是以威得來制服他 使他能夠慢慢的消停下來 能夠趨向佛陀的教化 這叫威治教化 對於這個善根 內心比較柔軟的眾生就是 感動釋放 這個善根 這個善根 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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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雨下下來之後 整個大地都得到潤澤 用這種 用這種方式 來射受這些 這種善根的 在這個眾生 就是感動釋放 那無窮無極 這樣子的 射受眾生 不管是用摺服的 不管是射受的 佛陀的 佛陀這樣的這種 這種 射受眾生的這個行為 是無窮無窮無極的 這個總探 佛為法王 尊超眾聖 普為一切天人之師 隨性所願也皆定得到 佛陀是法王 以法自在 所以 他的尊貴超過眾聖 這個眾聖就包括 宣問願就菩薩 這個三聖的這個聖人 所以 佛陀普為一切天人之師 這個地方讚嘆佛陀 天人師 法王 所以 隨性所願 皆能夠 皆定得到 隨著眾生的心願 那麼能夠 事與種種的善巧方便的 教授 所以眾生都能夠得到 所以稱為法王 與法自在 什麼叫法王 他就是 能夠觀察眾生的基 然後給予 各自各自適當的 不同的教授 所以成為法王 成為天人師 那最後 歡喜 慶幸 今得知佛陀文無量受身 你不歡喜心得開明 這個地方就是 讚嘆佛的說法 感念佛的 慈恩 然後我們能夠遇到 像殊聖的佛陀的教授 我們 明的菩薩在這個地方 代表大眾 表達內心的歡喜 還有 心得開明 大眾的心 這個時候 就能夠開明 知道未來人生的去處 是什麼 就是應該要放下 說博世紀的 貪生吃的境界 而一心一意的求生淨土 對未來的這個去處 前途 就 完全完全 沒有問題了 很了然 很清楚了 就是心得開明 好 那麼這是幾二的彌勒靈解 接著看到幾三的 從勸修舍 前面是彌勒菩薩的這個靈解 再來又是佛陀勸 勸這個大眾要修 要捨 修淨土行 捨 捨棄娑婆 修捨 更一 探前彌勒 領賀佛恩 先讚嘆 先認可前面彌勒菩薩 他這個 他說領受佛的恩德 這個事情 前面彌勒菩薩不是說 大眾領受佛恩嗎 在這個地方 釋迦摩尼佛 先 再次的這個讚嘆 彌勒的這個 彌勒所說如是如是 就是說 彌勒菩薩讚嘆佛的恩德 佛的智慧佛的恩德 所以大眾 可以因此得到大的利益 那在這個地方 釋迦摩尼佛 為他應可 說沒有錯 這個 你前面所說的佛的恩德 恩德為為 然後佛的這個確實如是如是 那佛頭說這個做什麼 不是為了自己讚嘆自己 你讚嘆我是我在跟你講 對的 你讚嘆我是對的 不是讓我們凡夫眾生這種 自我高舉的心 而是什麼呢 就是說 要讓世界能珍惜 佛陀的這個 這個之前的這個開示 我們今天能夠 我們今天能夠聽文像的這個教授 是佛陀無量節的勤苦修行 千苦所至 然後在這個地方 因緣聚會 我們這個佛陀為大眾開示 那我們應當要 十分感念 歡喜 佛陀恩德的這個慈悲射受 那這個這個不是小因緣 這個是一個大因緣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更衣這個地方 佛陀就是硬可 對這個佛恩 這個這個佛陀 眾生的身心當中 這個是很殊勝的因緣 而且這個不是小因緣 這個是有眾生的大因緣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硬可 探前彌勒 領合佛恩 這個硬可 是有這個意思 因為 佛陀前面講 這個佛陀能夠照進十方三世 所以佛陀所說的話 大家就有信心 所以佛陀在為彌勒菩薩 硬可的時候 大家對彌勒菩薩 前面說的這個 就會有信心 佛告彌勒 佛陀如言是也 前面這個讚歎佛陀所說快善 佛陀有大的恩德等等的 確實是也 確實如是如是 若有慈敬於佛者 此為大善 所以呢 既然如是 所以若慈敬 敬的話就是恭敬 這是沒問題 那麼慈什麼呢 我們一般講慈就是憐憫 好的意思 對佛怎麼會說慈憐憐呢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因為觀察佛陀地的修行 為了眾生 不此勞苦 前面這個說的這個 經我眾等 所以蒙德督託 借佛前世求道之時 千苦所至 千苦所至 發普敵願 然後這個行 這個普賢恨 好 那這個 這個方願 修行 都是要承 都是要承受 無量無便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勞苦的 那 因此之故 我們對這個 我們想想佛陀 為了我們 能夠解脫 無量眾生能夠得 能夠得到解脫 而付出這麼多 我們心中覺得愛 這個 不忍心 你看 就像有個人 他為了幫助我們 他 這個 從遠地而來 好 從遠方而來 然後來了之後 為了幫助我們 為了幫助我們 然後他又花很大的努力 花很大的努力 幫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又不聽 愛聽不聽的 然後這個時候 但是他還是 不氣捨我們 一直陪著我們 也有機會 我們歡喜的時候 一有機會 就過來 幫一點忙 幫一點忙 而且這個忙 有時候不是一絲 而是生生世世的 陪著我們 然後不斷地 為我們栽培三根 引導我們 去個趨向解脫 開入泥環 教授點覽 想到佛陀對我們眾生 對我們眾生的恩 他完全不求回饋 就只是為了眾生 能夠離苦得樂 能夠成佛 我們內心就覺得 這種 這種 覺得慚愧 覺得不忍心 所以 這就成為 慈 慈 慈敏的心 這個慈 禁 是恭敬 想到佛陀為了 為了我們 付出這麼多 那世間人說 滴水至恩 永全相報 何況 何況佛陀的恩 不是滴水至恩 為了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他捨無量無邊的頭目腦水 像釋迦摩尼佛說 這個娑婆世界 這個娑婆世界當中 這個三千大天世界當中 沒有一處 不是過去他行菩薩道 為了眾生而捨頭目腦水的地方 我們腳下走他的每一塊大地 每一個塵土 這個地方都曾經是 是像摩尼佛過去行菩薩道的時候 捨頭目腦水之處 所以說哪邊聖地 都是聖地 要講聖地都是聖地 那想到佛陀為了眾生的付出 就有大恩德 因此對佛話產生大的恭敬 所以慈禁於佛者 實為大善 大善並不是說佛陀要你們的 這個憐憫 要你們的這個憐憫 要你們的恭敬不是的 而是說佛陀看到眾生能夠 慈禁於佛 他對佛陀的開示 就能夠很認真的去面對 那這個時候他就能夠得到利益 所以佛陀讚叹 你能夠慈禁於佛 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大善 那底下接著講到那個 舉出佛陀教化眾生的這個 這個難跟出聖 天下久久難富有佛 這個是先講第一個 佛 要遇到佛 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各位想想 釋迦牟尼佛的末法結束之後 到這個明樂佛出世 這當中多少時間 中間一片漆黑都沒有佛法 所以久久哪富有佛 何況有的世界根本連 連這個佛出世都沒有的 經我與此事做佛 演說經法 宣佈道教 斷諸以往 把愛為之本 度眾多之源 好 那 這個佛 這兩佛出世的 好 這個功德 我與此事做佛 演說經法 宣佈道教 好 這個道法的教授 稱之為道教 好 這個三聖的道法 大聖 小聖 這個稱為道 這個道法的這個教授 稱為道教 好 然後宣佈道教之後呢 能夠斷一切眾生的遺網 好 眾生內心的疑惑 那是因為這個疑惑 它能夠殘服眾生 讓眾生不得解脫 就像那個魚 會網柱一樣 所以稱為以往 好 拔愛運之本 為什麼稱為愛運之本呢 因為愛運是輪迴的根本 好 痛苦的根本 所以稱為愛運之本 好 度眾多之源 好 能夠 這個前面拔愛運之本 所以呢 因此能夠 杜絕 惡道 這個 未來果報 惡道 的這個 的這個源頭 這個源的話就指的是惡業 好 那個 拔愛運之本 也就是能夠 杜絕惡道 的這個源頭 好 那這個都是佛 來到這個 來到這個世界 教化眾生的上狀 然後 接著說明佛 以三業來教化眾生 由不三界 無所拒愛 典覽智慧 中刀之藥 知之剛為 昭然奮明 開示五去 從深夜來說 由不三界 無所拒愛 就像風 在虛空當中 游行 你看風 吹來吹去 在虛空當中 來來去去 不會有任何將來 佛陀的這個 深夜是自在的 在三夜當中游步 無所拒愛 好 他可以到 仁天教授 眾生 也可以到三個道 像地藏王菩薩一樣 到三個道 去教化眾生 無所拒愛 深夜 一夜的話就是 點覽智慧 中道之藥 好 這個點覽 以這個經典 好 這個 種種這個 種種這個 經典的這個教法 好 來 這個收覽 好 來收射 好 這個教法 這個點覽這個智慧 還有點覽中道之藥 好 透過這個經典的這個 這個射受 好 能夠射受種種智 這個智慧的法門 還有 眾道 好 眾道就是三聖的 三聖的這個道果 好 的這個 切藥之處 這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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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佛陀的意意 有這樣的全失二致 所以因此之故呢 能夠 這個射受 一切的這個智慧 然後呢 還有 這個 全法 開 未知施全 這種種種道之藥 好 這點覽智慧 還有種道之藥 好 口業呢 就直實崗維 好 就 直實一些 這個法門的 大綱 好 像這個法門的大綱 開示眾生 超然分明 非常清楚分明的 好 開示給眾生 好 開示 武趣 武趣的這個眾生 那就是口業的說法 好 能夠清楚分明 好 最後呢 度未度者絕症生死 靈魂之道 好 透過這樣的這種 深口義善業的教授 使一些未度的眾生 能夠絕症生死 絕症生死就是說 令他們能夠了脫生死 能夠絕斷 絕斷生死之道 能夠了脫生死 然後能夠絕症 靈魂之道 而趨向 這個 這個 涅槃成活之道 好 絕症是通於絕症生死 通於絕症靈魂之道 好 這個是 硬可 硬可 硬可前面這個弥勒菩薩 好 他禮賀佛恩 好 佛陀有這樣子的 有 對眾生有這樣子的 恩德 這樣的這個教授 所以呢 前面 前面弥勒菩薩 說佛陀的恩德 微微啊 他 確實是 如是 如是 好 接著更二 慶賢弥勒 指佛文法 好 就說 也是應可 弥勒菩薩說 這個能夠遇到佛 聽佛說法 這個是很值得慶幸的事情 在此應可 好 好 弥勒當之 如從無數節來 修菩薩坑 一度眾生 其已久遠 好 先說 先說 這個弥勒菩薩 好 弥勒菩薩 這個從 剛開始發菩提心 以來 一路修菩薩道 好 那這時間已經很久遠了 好 從乳得道 至於你患不可稱數 好 這個長時間當中 因為你的姻緣 而得到 得到到果的四個 乃至去向涅槃 好 的這個眾生 數量是不可稱數 好 然後呢 如其釋放諸天人名 一切之重 用這一來 戰爭無道 優惟辛苦 不可俱言 好 那麼在這個無量的生命當中 弥勒菩薩自己修道 那麼也引導一切眾生修道 那 但是呢 在這個十方 這個諸天人名呢 一切勢眾 長者以來 還是一樣 不斷地在武道當中輪回 然後 武道當中輪回當中呢 憂愁不畏 生死勤苦 好 那這個 這個不畏也好 勤苦也好 不可據說 太多 太多太多了 好 無量解來發福的信心 菩薩道 然後也 在這當中 也度了無量一邊的眾生 但是 在這當中 與一切眾生 在生死融回當中 不斷地投注投墨 大家雖然都是去向菩薩道 去向這個解脫道 但是呢 在無量輪回當中 還是不斷不斷地受生 這個路啊非常的長遠 非常的辛苦 那是不可據說 乃至今世生死不絕 以佛相職 聽佛教 經法 又復得聞無量受佛 快在聖善 無助而喜 乃至今世 這個生死人不斷絕 這個 為什麼說明樂菩薩生死不絕呢 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解釋 第一個角度就是說 從藏教的菩薩 藏教的菩薩來說 藏教明樂菩薩是等級菩薩 他最後還一生補助 升天 大多才天 然後這個 然後最後回到人間 八相成道 他還會啊 還要經歷這個 經歷著生死輪迴 這是藏教的菩薩 第二個角度來說就是 這個生死指的是便運生死 而不是分斷生死 這個 雖然發菩提心 其實很常惡 也度很多的眾生了 但是呢 這便運生死啊 仍然是不斷絕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能夠很盡興的遇到佛 又能夠聽佛的經法的教授 那麼 甚至更殊勝的 能夠聽到佛教授當中 最極殊勝的 無量受佛 這個淨土法門的教授 當生成就 當生成佛的教授 快在聖善募助而起 好 這個是太好了 那麼 我也隨喜你們 得到了這個利益 這個功德 這個叫無助而起 好 這個地方就是 應可 彌勒菩薩說 能夠遇到佛文法 這個是很值得慶幸的事情 他明明彌勒菩薩 久遠節來就發菩提心了 根據這個彌勒 希望大家今天能夠聽到進度訪問的教授 我的內心也是深深的歡喜 深深的水喜 好 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藏 附帶來日 迴向